單張式生材,就是把紙材只要放上去 扣起來 再放的時候呢,我們會在機台上做一點記號 一般都交在機子做個記號 扣起來之後呢,機器自動就會去讀取四個點 當然前提是第一次已經都從電腦把資料送給七個機了 等於七個機之後就已經記錄好所有的資料了 然後他就會把剛剛所做過的動作再做一遍 所以這個可以很容易的由小朋友 或者一些家裡的長輩 一張割完之後,鴨子桿推開 頭推到底 抽走,再把新的一張放上去 只要塞了兩個膠在中間就可以了 扣起鴨子桿,他機器自動就會去找去腳的位置 以這種方式做生產呢 他 少了許多的操作上的介面按的麻煩 會簡單的許多 那 同時這邊割 上一張割好了也可以做排廢 就是撕邊的動作 所以這種做法呢,一個人其實基本上顧到很多台機器都沒有問題 再換一張新的上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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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終於是